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气字的国语诸音是气 四声气 气 意气 四声气 气本是把麻劈开 然后再粘在一起 也就是鸡麻 鬼有光 先脾势略 入层则气炉 就是鸡麻成为线旅的意思 气又是缝衣服的边或称为气边 但气又因气 是密缝的意思 气也是搜捕的意思 如气丝 就是用武装的巡逻船艇往返于内河及港湾之间 并在各关卡要塞涉取气查 欲由走私贩毒者及依法拘捕至罪 通气则是当犯罪的人逃亡或躲藏起来的时候 由该管法院通知附近各地的司法警察 共同气部 至于气息则是光明的样子 而气目是和睦相亲的意思 气在古时可以与这个急字通用 但是现在则是分开来的 这个字的国语注音是急 急一急 二声急 急就是居于 也就是用以成人载物的车厢 但急又是和谐 和睦 和好之意 而现代则常用作聚集 纵合的意思 如边急 急要是急收其重要的部分 急路是加以收集超路 最后要提出来的是 很多人不注意把气念成了急 如气部念成了急部 通气念成通急都是不妥当的 请您特别注意 今天的每日以为您介绍到这儿了 谢谢您的收看 再会